大家好,我是Leo 講到加拿大的特產,除了冰酒之外 當然要數到風雪塘漿 現在踏入3月,就剛剛是收集風雪塘漿的時間 雖然今年我自己就沒有去收集 但是我就找到其他人收集風雪塘漿的進了 讓我今天帶大家一齊看看怎樣去收集 以及應該怎樣去收集 開始之前,按個讚和訂閱 多謝你的支持,讓我可以繼續分享有趣的好西 講到風雪塘漿,一定就是風雪塘收集 但是風雪都有幾百種,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用呢? 最多人用的應該是Sugar Maple,Acer Saccharum 主要是因為樹汁的含糖量比較高,有2% 雖然比起其他樹都已經是非常之高 但是都需要很多才可以做到一瓶的風雪糖漿 大概的比例就是40比1 即是收集40公升的樹汁才可以煮成1公升的糖漿 而另一種就是Red Maple,Acer Rubrum 這兩種的風雪,流出來的樹汁都相對地清澈 質量非常之好 其他,例如Loway Maple的樹汁呢 流出來就有些奶白色,但我就不肯定喝了有沒有問題 因為避免對太年輕的樹造成傷害 所以用來採集蜂樹糖漿的樹幹,直徑都是闊過12寸的大樹 如果粗過18寸,還可以轉兩個洞收集多些 不過最重要是不要過量採集 竟採一棵樹真的會採到它乾 好好對待它們才長玩長有 而正確地收集是不會對樹造成傷害的 因為只會用了大概10%的儲量 當然要選一棵健康的樹才行啦 其實要採集樹汁都不是很難 大概在離地3呎左右 用電鑽轉一個大概兩吋至兩吋半深的洞 稍稍斜向上,讓它可以自然地流出來 洞的闊度就跟你的tap一樣 大概就是十六分之五吋或者十六分之七吋 大家看到這一隻是傳統用的tap 金屬鍵比較耐用 下面掛著桶就很容易收集到 不過現在就已經有膠 可以駁住條喉,這樣就更加容易收集 你看到這個tap下面有個洞 所以你可以聯想到樹汁是由下而上谷上來的 在這裡就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收集樹糖漿是有時間性啦 由冬天到春天,天氣變暖的時候 之前一棵樹草落的澱粉質就會水解成sucrose 這些借糖推入了本身只是用來輸送水分的沙淋度 所以樹汁就充滿了糖分 然後就是朝早零到以上,晚上零到以下的時候 就是大概2月底至4月頭這個時期 因為這個溫差令到豐樹細胞裡面的水分結冰和溶化 從而形成了一個壓力 將充滿糖分的水由下而上逼上去 所以收集豐樹糖漿的前提就是要滿足這兩個需求 那是不是除了豐樹之外 就沒有其他可以收集樹汁的樹呢? 其實跟豐樹有相同細胞結構的butternut 這個糊塗或者合桃科的其中一種樹 都可以在這個時間收集他們的樹汁 但又真的很少聽人說過 而當朝早和晚上的氣溫都高過零到的時候 收集豐樹糖漿的季節就正式完結了 接下來的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將這些糖水濃縮起來 簡單的就是不斷煮它就令到水分蒸發 高級一點的就可以用反滲透機做個reverse osmosis 然後再揮發多餘的水分 那就不用用那麼多能源了 在Ontario通常3月底至4月底 在不同地方都有maple syrup的festival 而當完了這個收集豐樹糖漿的時間之後 其實就可以拿回同一套工具去收集birge的樹汁了 含糖的樹汁的形成原因雖然不一樣 但收集的方法都是一樣轉個洞讓它自己流出來 而因為含糖量更加少,比例更加去到80比1 要用80L的糖水來煮成1L的糖漿 但因為糖分是果糖,還有其他物質 所以味道都不一樣 有機會都可以試一下,或者買下有birge的產品 例如個人覺得可以一戰的birge beer 喝過之後對啤酒可能有不同的見解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其他由樹汁做出來的食物 等你在下面留言推介一下 我是美食獵人,我們下回再繼續尋找吃肉的故事 和當你一段時間期間 當你如何吃力是否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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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